欢迎大家收看多伦多病同医院携手创奇迹筹款节目 在录影厂有我余英雄、李婷和叶小韩 Hello 大家好 在我们身边亦有一班义工人士接听大家的电话 在这里讲一讲捐款热线是905-881-5700 全国的免费长途热线是1866-736-5700 还有一个网址方便大家可以上网捐款 网址是www.sickiesfoundation.com slash virtual telephone 在多伦多的朋友可以打905-881-5700 如果稍后的线路太过繁忙 也可以打我们的长途热线1866-736-5700 两条电话线都是支持我们多伦多病同医院 是的 讲回我们今晚的节目 我们会有今天很多患病的病例 一些实例会和大家分享 立即就响起电话了 是的 一会有医护人员带我们去看看 他们实际的工作情况 还会看看配合现代需要的翻身工程 到底有多先进 嗯嗯 而建立于1875年的多伦多病同医院 在院子旁边也兴建了一座新的大楼 是的 稍后就会有嘉宾堂来介绍一下 是的 无论是改建或是新的工程都好 其实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令到所有患病的小朋友 都可以得到最先进和最全面的治疗 没错了 就好像接下来要介绍给大家 大家认识的Cliff 他就高高大大 很威猛 原来他是铁人赛的冠军人马 也都在他11岁的时候 原来做过一个换肝的大手术 如果医生说你只有几个月命 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在病团医院里面 每天都有不少小朋友和家人 勇敢面对死亡的挑战 Cliff每星期 最少要踩两至三个小时单车做练习 原因他是多伦多三运赛 就是Triathlon 要做踩单车 游水 跑步 和季人赛Iron Man的运动员 参加得这么剧烈的运动 他的健康绝对是要用强劲来形容 但Cliff会告诉你 他本来有肝癌 更严重得要做换肝手术 有时我都不记得我自己做了手术 有时我都要想起 你以前有肝癌的 因为我现在是很平常的 我可以又走又跑 又上班又下班 又下班 又跟朋友出去玩 跟平时 其他人 我觉得我的生活不不同 但我觉得这几年开始做Triathlon 又跑马拉雅 就觉得好像一个很大的运动 对Cliff 今天的他其实是一个奇迹 一个重生 二十年前 Cliff十一岁 一次身体检查 医生发现他的肝指数以上 要他去病同医院做详细的检查 结果发现Cliff原来是肝癌 而且最多只有六个月名 他说给我们那时 我们都很惊讶 觉得 为何他会在肝 有肿瘤 即是有肿瘤 而且 他的位置也很特别 他不是这样黏在肝 在肝 你就可以割了一部分 但他的肝瘤的位置 就在大动物的血管 他说 医生说 一开始我们已经打算做手术 再割 他说不行 他说你给我一些时间 我们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再等一些 医生告诉我们 他说我想帮你做肝瘤的移植 当时只有十一岁的Cliff 就要面对死神的挑战 但不幸中幸运 Cliff很快就找到适合他的肝 可以做手术了 而且手术之后 更没有出现任何排斥 被当时的医护人员 称他为Miracle Child 奇迹小子 因为… 我想因为我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没有… 每个肝的人通常会有… 有机会有rejection 因为我身体不接受那个肝 那我很幸运 我又没有这些问题 我去做完手术之后 三个星期左右就回到家 之后每次进去做治療 都没事 就是recovery也很快 我很快就回学了 差不多… 差不多一个月后半 我已经回学了 那跟平时的小学生 差不多 跟平时的同学都一样 都是去玩耳术 由1986年开始 多伦多病童医院 就开始为小朋友 做肝脏移植手术 目前全加拿大 两个半的小朋友肝脏移植 都是在病童医院进行的 所以这个肝脏移植手术 是最大的肝脏移植手术 在加拿大 现在它平均有20至25 肝脏移植手术 每年都会有20至25 每年都会有多半 肝脏移植手术 每年都会在加拿大 虽然事隔20年 但Cliff的换肝成功 当年在病童医院 得到的照顾 就令Cliff和他的家人 深深难忘 我都知道 人家在医院 一定会有什么问题 可能会死 很害怕 有很多担心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但我的经验 基本上是倒安全 我当时是11岁 我没有担心过 没有怕过 因为会事和医生 和其他组织 都照顾得我好 他们都告诉我 我有肯脏移植手术 他都告诉我 发生什么事 但他们是很照顾我 我觉得这个病毒医院 和平时的医院 是有点不同的